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乌克兰的战况 现在终于产生了一个结果 是什么呢 是九名一飞冲天 进入俄罗斯的最高权力圈 俄罗斯军队在库尔斯克战线发起反击 俄国家总统助理九名 预备上将 他也是 令普京还是比较满意的 现在结果 普京的潜在接班人 应该是在俄合金决策层的地位 现在越来越高 普京日前签署一份总统令 将俄联邦安全会议组成人员总数扩大至35人 总统助理九名第一副总理 曼图洛夫以及联邦医学生物管理局局长 斯克沃尔索瓦 进入称得上是俄罗斯最高决策圈的核心机构了 九名也进去了 35人 普京此次对联邦安全会议进行人员调整 应该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确保俄罗斯政府还有安全政策能够做到及时调整 来应对未来的挑战 这次进入该机构的三个人也都是肩负着 这个事关俄国家安全的重要职责的 这个曼图洛夫目前是主管俄罗斯工业发展 那斯克沃尔索瓦是医学生物管理局 他是应对传染病 这个方向 咱们疫情起见 咱们看到了 九名是不仅要负责都军 包括监督军工生产 还有在库尔斯克布良斯克别洛 别尔哥勒德三州的防恐行动协调员 他担负着协调俄军这些其他部门的配合 还是要把乌军要赶出库尔斯克 从以上的职务看 普京应该是将这三人调整进入安全会议 结合俄国内现在近年的变化 就是他已经是将九名调入安全会议 释放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了 他的接班人应该是明确了 曾经担任普京副官职务的九名 是普京最看好的一个接班人 现在普遍外界认为就是未来的普京接班人 八年前九名从国防部调任至图拉州当州长 然后今年五月调回莫斯科 被视作是有意栽培九名了 八月初乌军攻入库尔斯克地区之后 九名是临危受命前往前线独战 九名抵达前线后 俄军随即遏制住了乌军的进攻势头 而且在乌军侧翼发起反击夺回部分定届点 而且威胁乌军的补给运输线 即便没有亲自负责一线指挥 九名在库尔斯克方向的物资人员调动 整个发挥了重要作用 普京也已经意识到了 普京现在将九名安排进入安全会议 没有等到库尔斯克战役结束 这个足以说明就九名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应该一个多月 整个库尔斯克战役一个多月 已经表现出让普京满意的这种结果了 不用等库尔斯克战役结束 我就给你掉下来 普京可能已经认定 普京就是认定了九名能够完成 刚才讲的都军俄军 独占俄军 包括地方政务的协调 包括收复库尔斯克全境 这完全可以 因为现在按照整个现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不用使用核武器 也能完成 能够加入安全会议 对于九名未来的发展 也是至关重要 你看挺有意思 现在俄罗斯和欧洲这块战事 乌克兰战争和中东战争两个 这块中东战争稍微有一点热度 那块俄罗斯就低点 赶快抢这个地盘 偷偷抢地盘 而这块俄乌战争稍微有动静 伊朗那块 非常安静 双方之间其实都想让对方当网红 就是这意思 九名一直非常低点 他非常轻辱 自己该干什么 说联邦会议是俄罗斯政府安全决策最高咨询机构 俄方很多重要决策 都是经过这个机构内部协调商讨以后进行做出的 加入这个机构 事实上就代表着九名在国家安全事务上 有更重的话语权了 他这一票 他最后从这个机构里面选出未来几万人 他这一票是非常关键的 当然这里边他现在和别人应该是正在协调 看人家未来会不会投他一票 中国的也是 中国这个习名怎么上来 就是投票上来 只是这个投票范围不像美国 两党互相在买票 中国不需要买 他是在一个小的决策圈里面就投了 但这个决策圈也代表着中国现在大多数利益集团 今年5月份的时候 九名任命为联邦国务委员会的秘书 他不是安全会议的 负责立法协调机构日常事务 九名事实上已经进入俄罗斯政府的决策场了 只要能够在安全会议 国务委员会这些部门工作中做出成绩 九名就自动可以提升为普京的接班上 就是这个机遇 这个机遇挑战是并存的 随着身上的职务越来越多 九名现在面临挑战也是越来越多 你能想到吗 一个保安 一个安保人员居然做到这份上 这也就在俄国能出现 当前阶段摆在九名面前最大难题仍旧是库尔斯克 俄罗斯确实普京已经将九名调入安全会议了 那么库尔斯克战事仍然是没有结束 所以俄军目前只是完成不让乌军既不向纵身领土扩张 距离迫使乌军撤出库尔斯克还有很长路 那要包括边境的苏甲的夺回 包括库尔斯克边境地区还是在乌军的控制下 乌军后方的苏梅州有不少部队还在准备进入 包括北约部队 所以乌军这次苏甲以西边境地带一直在试图越境发起攻击 这种对俄军特意的威胁 你怎么缓解自己的部队现在这种情况 这都是九名现在需要做 都乌军包括协调部队情报 确保乌军应对取得战果 这就是九名的任务 同时也是加快收复苏甲地区 最终是彻底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 九名未来如果在未来的主要任务里边完成的非常好的话 大概率它就是基本上了 只要完成这一任务 九名就能够凭借战功 你看这35人里边没有人不会投的票了 他完成这个所有人都最关心的嘛 他可是打的不光是乌军 他打的是北约 能把北约赶出领土 九名身份的巨大变化 也说明普京虽然有至少六年的总统任期 但随后普京应该是就是这六年就是要交权了 那俄罗斯政坛总体上的变化就要开始了 这批后起之秀未来几年内可能就要担任更重要的职位 这里边一定会有人一飞冲天 这九名就是一飞冲天的代表人物 当然在乌坎作战的这批有军工的人员一定是未来普京重点使用的 而九名又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所以在他们当中大概率会诞生未来俄罗斯的掌舵人 九名确实有凭借库尔斯克战功在内部占据优势 但要彻底的超越其他的潜在对手 还需要在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发展上发挥自己做 就是说不能光是看你的工作能力 还要看你的战略能力 也就是说你的冷静思考能力 只要是有足够的这种潜力 普京是一定会发掘他的 拥有足够个人威望 现在证明自己能够在不同的经营群里边拔尖 就说大家不理解中共怎么培养干嘛 就了解什么呢 你看啊 比如说咱们举个东北例子 一个东北出来的这么一个干部 比如在一个老工业基地里边 都是大厂矿 他出来了 然后上级一定会把他从这种大的城市的厂矿部门里边 调到哪呢 调到乡镇 一定要调到乡镇去 实际上就是你在这个厂矿的环境里边 各种老领导你都是手拿把架 但是一定给你换个环境 换一个什么 换一个乡镇环境 乡村环境 你能不能在那个环境里边再适应 然后再让别人都投你票 如果这个环境经过考验了 那你基本上就可以做什么 做更上一层楼的 打算了 就这么个逻辑 所以人还是靠能力 就是你如果任何一个环境 你如果单一环境能快速成长 不代表你牛逼 是在各种环境下 你都能快速成长 那这个人绝对有本事 但是这种人少 所以中共也是考虑干部 也是在考察 有些干部确实 但是那个变个环境 你能不能受得了 你能不能适应 这是本事了 所以确保俄罗斯政治机构 能够正常运转 普京未来 只有把这个权力交给这种人 才能这个放心 才能够自己真正退去二线 当然普京也不会 你看那个纳扎尔巴耶夫 他也不会完全放权 他也非常清楚自己的未来 但凡是这种实践任务 他绝不会轻易放权